哈喽哈喽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首先呢欢迎同学们再次来到我们的实内行业实践模块 今晚我们会开启我们的第35节课 打造3D艺术灵魂 那我们这节课呢主要是讲的一个可编辑多编型 但是我们会分为两节课来讲解哈 那在这里呢我们先问问大家是否能听到我的声音 如果没有问题的同学们请在弹幕中扣下一哈 好吗 来同学们是否能听到我的声音 OK好的那我们可以上课哈 那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进行一个灵魂拷问好吧 来我们开架大家最后准备啊 来首先第一个灵魂拷问 OK我们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灵魂拷问呢是拷问了大家 我们在上节课学过扫描对吧 扫描修改器那扫描拷取的是二维图形呢还是一个三维物体呢 这个大家需要思考一下哦 因为我在这里没有让大家去选择 所以大家要通过我们上节课当中所讲的内容呢来进行一个回顾啊 OK好的我看到同学们已经答出了答案了非常棒没错啊大家知道了 扫描倒角抛面放样他们都是用来拾取我们的二维图形的 好吧一定要记住了是二维图形哈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问一下大家啊来放样可以拾取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呢图形 路径第二个呢是图形和抛面啊第二个是吗图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咱们的放样可以拾取什么 他只能拾取一个吗只能拾取我们的这个路径吗 他能不能拾取我们的图形呢 还说他只能拾取我们的图形呢 哎好的非常棒啊你们真的非常棒啊同学们继续加油哈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上节课当中所学的其中的两个点哈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开启我们的啊打造三维艺术的造型 那这个呢叫可编辑多盘显示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同学们要认真去听课了啊 好OK那么在听课给大家进行目录暂时之前呢 我需要把我们的这个视频给大家进行关闭了啊 如果大家以后都能每天按时能上课 每天都能交作业 按时能交作业的话呢 我会给大家经常去开视频好吗 好的啊来我会把视频关闭了啊 好了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目录啊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课程目录呢 会大概分为三个环节 但是我们主要来讲解一个环节啊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可编辑多边形非常重要的一个啊 首先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可编辑多边形啊 来这个可编辑多边形呢 它是可以通过它下面的啊将近五个层级来共同去完成一个比较复杂的 包括比较细致的一个模型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它来做出很多不同的艺术造型 包括异形的包括简单的复杂的都可以完成啊 好那么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可编辑多边形呢 它的下面有哪五个层级呢 第一个点层级 第二个编层级 第三个编界 第四个多边形 最后一个是元素啊 那我们会分为两节课来讲解 但是今天这些课程里面呢 我们会主要给大家去讲到点层级 边界层级 还有我们的这个多边形 以及元素啊 那我们先去讲第一个点层级啊 边呢我们会放到下节课来进行讲解啊 从第一个我们现在说一下点层级啊 来大家可以打开一下啊 来你们先跟着我了步驟来走啊 来我第一步打开3Dmax啊 OK按下歌键 把我们的这个网格去隐藏掉 好在这里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给大家去画一个球啊 来这样把我画成一个三维物体吧 然后呢再给大家去画一个图形 给大家先说一下啊 咱们的可编辑多边形应该如何去转化 然后它有什么区别哈 在这里首先第一步先说一下啊 我们给大家画了左边是我们的三维物体 那右边是我们的二维图形 怎么去转化呢 第一步我们先去选中你的物体 好选中它以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右极选择 咱们下面的啊 来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 同学们听好了 咱们在前面讲过可编辑样条线 也是通过右极去转化的 对吧 OK那我们今天呢 也是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同样选择通过右极 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 因为它呢会更快速 而且呢它的下面有很多指很多卷展栏 就是很多功能啊 选择下它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物体 瞬间变成了什么呀 可编辑多边形 但是你的物体呢还是一个什么呀 三维造型 OK 好那如果当我去选择一个二维图形的时候啊 来当我把二维图形选中通过右极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 的时候你会发现二维图形变成了什么 是不是变成了一个面片 一个片 而且呢是一个没有高度的一个片 但是呢 只要它转化为可编辑多边形 我们都把它称为三维物体啊 明白吧 三维物体 三维物体 只要它转化为这个啊 可编多边形 我们都把它称为三维物体啊 好吧 大家要看它的名称啊 名称 这个是我们转化的方式 通过右极去转化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左边这个三维物体删除掉啊 保留这一个通过二维物体去转化的 OK 我们观察一下 当它转化完以后呢 右边的名称就变成了可编辑多边形 OK 我们点击一下小三角 你会看到它的下面呢 会有很多层级啊 我先去把上面的这些面面 给它进行删除掉一些啊 来 点击这啊 删除一些 不然的话 它会影响到操作 把这个放在这 这个放在这 OK 剩下的全部删除掉 好 OK 保留两个 这样的话呢 你的界面不就是更宽散了吗 对不对 你看下面会更多一些啊 好 那这个时候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有快捷键了啊 同学们看这样有快捷键啊 来第一个 点成计的快捷键呢 是一 冰 是二 冰界呢 是三 多边形呢 是四 原素呢 是五啊 它的快捷键呢 就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啊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点成绩啊 好 我同样打开我的这个镜盘映射 OK 镜盘映射 是不是今天也还没有好 OK 就在这吧 好 那这个时候首先说一下啊 选中物体 当我们按下一 进到点成绩的时候啊 不光这里会变成被选中的状态 以及下面这个选择里面呢 也会变成了一个被选中的状态 就表示你当前选的是点的图层 明白了吗 点的此层级啊 好 大家观察一下啊 在这个下面呢 会有很多不同的卷展栏啊 那么这些卷展栏呢 我们都要去用到的吗 不是的啊 一会呢 我们会讲到哪几块呢 会跟大家重点去说 我们常用到的是哪几个就可以了啊 好吧 咱们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不用记它 因为第一个呢 和你上面这个呢 是图像图像和名字是对称的啊 你记上面就可以了啊 这个不用去记好吧 关闭 好 先放到这吧 OK 那么这个呢 什么叫点呢 点就是物体上的点 我们把它称为点点成绩 OK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先来说一下啊 咱们点成绩下面呢 有一个叫苏苏 一个叫扩大 这两个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我要给大家去画一个球体 用球体来进行讲解啊 来第一个 我们先去画一个球体啊 我画的是一个三位物体下面的球体哦 啊 高了 画一个球 OK 我按下 Alt加W 把它放大 右击转化为可兵器 多边形啊 选择1 点点成绩啊 看着 它的满身全都是点 对吧 因为它的身上有很多布线啊 按下F3 再按下F4 把我们的性框加实体全部都显示出来 OK 呃 迟到的会不会发战 会的 平哥哥迟到了吗 来自觉站起来吧 等到花开的时候 加强版的可兵器样条线命练 你说这个吗 这个是针对于三维物体的哈 这个是针对三维物体的 你可以说把它理解为加强版的也行啊 但是呢 它是针对于三维物体的 因为之前的可兵器样条线 它是针对于二维图形啊 二维图形 这个是针对三维物体的啊 好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 来在这啊 搜索和扩大是什么含义 第一个 当我选择中间的这一个点的时候啊 这样把我们按训论讲来 这个忽略背面我们还没有讲是吧 那我先从这开始讲啊 来 同学们啊 先思考一下忽略背面是什么含义呢 比如说啊 我现在要去选择 哎 这几个点 那么同学们 你们告诉老师 我现在 选 选的是四个点吗 一 二 三 四 你们告诉老师 我现在选的是四个点吗 你们觉得我现在选的是四个点的 抠一啊 如果大家觉得我选的是八个点 请抠二 这样吧 你们就抠八啊 八或四啊 来是八还是四 同学们 你们觉得我选的是八还是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 抠八的人比较多是吧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第一个啊 我们 按下F3 来进行框显示啊 F3 来 我们out加什么的中键 旋转下 看到了吗 看到红色区域了吗 也就是说 啊 当你这样去选择的时候呢 你会把上面和下面的 同时被选中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是怎么排除掉下面这个呢 哎 你需要呢 把忽略背面给它勾上 它就会排除掉 我们来试一下啊 好吧 来 我们把它勾上 OK 它已经被勾上了哈 那么第一个 不然会有忽略背面这几个字 这几个东西 好的 等到花开同学啊 来来来 看好了啊 现在它已经被我勾上了哈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来 同样选择这四个点 OK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它现在呢 会选中几个呢 看到了吗 它就会只选择什么 你所看到的 你所选择到的 明白了吗 什么意思啊 当你把忽略背面勾上以后呢 你只能选择到 你所框选到 你就是你看到的 明白了吗 同学们 这个好理解了吧 好 这个呢 就是忽略背面的意思啊 OK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 搜索和扩大啊 来 第一个 我选择中间的这一个点 OK 现在我想呢 把外面的这一圈去选中 对吧 但是呢 我们除了啊 这样去框选 也是可以的 对吧 那万一我要再要 框选外面这一层呢 难道我就再这样去框选吗 这样框选吗 有可能框选不全 对吧 那如果我框选全的话 就会把外面的这些点 全部选中了 那怎么办呢 有人说老师 你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选择区域里面调整啊 你看 把手标放在这 往下走 有一个圆圈 你还可以选择圆圈以后 你这样去选择它 不就可以了吗 你看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 OK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也是一种方法 看到了吗 是不是 那如果说啊 如果说你想通过更快的方法怎么办呢 来 我们先切换到方块啊 先切换到方形 我们只需要点中其中一个点 单击我们的扩大 来 看到没有 我点击一下 你就扩大一次 我点击一下 你就扩大一次啊 看一层一层的 它会按照你的这个顺序 包括这个罗列啊 进行一层一层的去跟你选上 是不是很有规律 对吧 OK 那么扩大呢 就是沿着点向两边去扩 那如果搜索呢 搜索呢 和扩大是相反的啊 来 当我点击搜索 你看 它又往后退了一圈 我再搜索一次呢 它又往外拖 退拖了一次啊 再点一次呢 又往里搜索了一次 直到最后啊 你看没有了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呢 就是搜索和扩大的含义啊 这个呢 就看大家以后 在后面搭进模型的时候 想选择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方法 来进行操作 OK 好 OK啊 那我们跟大家再来讲一个啊 来 忽略背面 搜索和扩大 这三个 应该能听懂吧 同学们 有没有问题 来同学们 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把我的笔记打开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你解不可以是吧 好啊 这样吧 我再讲一个 然后给大家再巩固我们这点啊 来 首先我们再说一个啊 如果说老师 我们想把中间这个点给它移除掉 对吧 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对吧 有很多人会告诉老师 直接一上来 按点点的键删除掉 那么大家看看啊 当我选择物体以后 按一下键盘上的点点的键 哎 你发现什么问题了 你好像把这个模型破坏掉了 对吧 你能看到什么呀 里面的一个洞 说明什么 你破坏的模型 这种情况下是不允许的 对吧 除非呢 你是想要这样一个造型 对吧 那么如果不想破坏这个模型 你该怎么办 Ctrl加Z撤回来啊 咱们3D Max里面有一个快捷键 也就是退格键 咱们键盘上的大键盘的 这个B开头的退格键啊 D A C K S P A C E 这个是退格键 你按一下它呢 它就会将这个点进行移除掉 但是呢 不会去啊 给你进行破坏面 这是掏空的意思吗 是对的 是这个意思啊 来 当我按下退格键 同学们看到了吗 它呢 将你的这个点 给你移除掉了 是不是啊 但是没有破坏你的这个面 你的你的这个球呢 还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请大家 如果以后你们要删除点 只记得按退格键啊 那么我们右边的修改面板里面呢 也是有一个 面列你可以直接去点击它的啊 在编辑点点成绩里面 转转的里面啊 有一个叫移除 和它的含义是相同的 明白了吗 来 我撤回来啊 来 你把它选中 选中以后呢 点击这个移除 也是一样的 来 看 是不是跟你移除掉了 所以刚才那个退格键呢 是快捷键啊 好吧 撤回来 OK 其实我跟大家讲了三个啊 讲了四个来 我们来巩固一下刚才所谓的笔记啊 说的含义 第一个忽略背面 开启后呢 只能选择到看到的点 扩大呢 是被选中的点周围进行等笔的扩大选择 缩缩呢 是进行反方向的啊 是缩缩啊 可以吧 OK啊 好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断开 焊接 目标 焊接 他线 同学们 你们看看这几个熟不熟悉啊 有点像我们在前面所学的可编辑样条线里面的几个相同的 对吧 那今天呢 我们同样也会针对于这个三位的物体进行用可编辑做编型来讲这几个啊 我们还是会给大家说故事了哈 来 首先说断开 OK 我们先按下F见到前视图啊 打开F4 首先第一个我选择了这个点 OK 那我要把这个点给它断开 首先第一个我要去找到边际点下面的断开 OK 断开以后呢 在这里问一下大家我们把这个点断开 请问同学们这里是两个点还是四个点呢 来 在弹幕中打出来 来同学们这是两个点还是四个点 可以在弹幕中打出来了啊 宇宙同学说两个点 风喊笑哈哈说四个点 东风使命说四个点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目前我们交接的这个线段呢 是有一个十字交叉的对吧 那么当把这个点断开的时候呢 它会被划分四份啊 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移开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明白了吗 因为你有什么 你有四个香蕉的线段对吧 按道理说是不是就是一个舍着路口 如果断开以后呢 断开以后呢 就变成四半了啊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断开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对吧 里面是空心的 你看 里面是空心的哈 空心的 OK 好 那既然把物体断开了 那它就会有焊接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可变机样条线是一样的 那怎么来焊接它呢 现在我们想将要这个和对面的这个女孩呀 进行焊接在一起 对不对 还记得那个异点年的故事吗 哎 这个南方呢 又相踪了这个女孩 那我们又要给她进行焊接 对吧 进行什么 约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选择南方单击我们的焊接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和我们的这个可变机样条线是一样的 必须要将它俩们什么呀 走在一起 啊 明白了吗 就把它们呢 放在一个层次里面 所以我们先打开捕捉 哎 放在一起 然后呢 你再去选择这两个点 再单击你的焊接 哎 它们呢 才能焊接上 明白了吗 嗯 好 那这个呢 是我跟大家前面讲的还是相同的啊 那除此之外 看好了 这个焊接的后面呢 也会有预值 看着 咱们这个预值呢 是一个黑色的框 设置 你们要点进去啊 来 点进去以后呢 你会发现在这出来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呢 就是我们的预值通过我们的一个数值来控制他们的一个金具啊 和我们前面学的可冰一样条线的焊接后面的预值是一模样的意思啊 只是说他们的长相不一样 长相不一样啊 好吧 OK 关闭了啊 好 下面呢 我们再跟大家再来说哈 下面呢 就我把它再断开了啊 来 再给大家说一下 除了焊接以外呢 我们还会有目标焊接 啊 针对于三维物体呢 我们同样也有焊接 来 目标焊接呢 就是它有目标的 有针对性的去焊接 那比如说 这个男孩呢 一眼就相撞了对面的这个女孩 对吧 他为了和这个女孩呢 快速的组成一对 不然别人抢走了 所以呢 他是有目标的 来 第一个 直接单击目标焊接 来 从南方的这块 直接按住左键拉过来 你看 是吧 自动的就连在一起了啊 明白了吗 这个非常的快速 当你去移动的时候 发现他们就已经焊接在一起了 是不是非常的快速 啊 这个就叫有目标的焊接啊 目标的焊接 OK 我们再断开啊 断开给大家再讲下一个 OK 那3DMAX里面的这个可编辑样条形 可编辑多编形呢 同样也会有凝接啊 来 这边有个凝接嘛 对吧 那我们在可编辑样条形 里面的连接是喜鹊搭桥的意思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来试一下 当你选择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单击下连接 来 我们看看 能不能看连接上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连接指的就是啊 我们这个连接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连接指的就不是针对点的哈 看着 当你选择两个点单击连接 你看 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那这个连接指的什么呢 这个连接指的是 这个点和这个点之间 连接一条线啊 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点击连接啊 来 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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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 你看 它们中间有个码会连接出来一条什么 冰 在3D Max 里面可冰计 多冰形里面呢 我们不叫线断了 叫冰 明白了吗 你们看到的这个都算是冰 都是冰哈 都是冰 OK 那么也就是说 连接在我们这个里面 断开的点情况下 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明白了吗 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啊 看 它是连接 不起任何作用啊 明白了吧 同学们 好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塌陷啊 来 OK 那现在呢 我们想快速的去将这四个点啊 进行的塌陷在一起 塌成一个 这不是多个点吗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只要去选择这四个点 OK 点击下我们的塌陷 塌陷呢 不在这个里面 要看 塌陷不在这个下面 在哪里呢 在冰激几何体的卷展栏的下面 来 点开它 往下找 找到我们的塌陷两个字 在这里呢 同学们 来 看好了吗 这个是我们的塌陷啊 当你点击塌陷 你会发现这四个点 同时的会变成一个点 来 点击塌陷 OK 看到了吗 它们会合二为一 是不是 四合一啊 四合一啊 它们会四合一 你看 就完完全全的塌陷在一起 永远不分离 这个呢 就叫塌陷的意思 塌陷呢 是可以将多个点 不管是断开的 还是我们闭合的点 你都可以塌陷 来 比如说 我想把这个点 和这个点 啊 也就这个点 塌陷成一个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来 点击我们的塌陷 看到吗 它是可以针对于断开 也可以针对闭合的点 都可以去塌陷的啊 好吧 好 撤回来 塌陷的含义呢 还是比较好用的啊 OK 我们把刚才讲的点 一起来回顾一下啊 OK 刚才老师讲的将近四个 一个叫断开 一个叫焊接 一个叫目标焊接 一个叫塌陷啊 来 首先第一个 断开的含义是将物体上的点进行分开 有啥用啊 是不是 OK 这个同学说的非常棒啊 我们后面呢 会教大家做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就会用到我们的塌陷 就比如说我们后面会编辑很多一些比较复杂的模型 对吧 但是用的点比较多 我们可以呢 通过塌陷的将多个点塌陷成一个 让它的边缘变得更圆韵一些啊 好 来 还有我们的起初啊 这个起初没讲 啊 焊接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隔着闭合的点啊 将断开的点进行焊接在一起 但闭合 但隔着闭合的点不能焊接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块什么意思啊 塌陷和弧度和引擎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啊 塌陷以后呢 和弧度不一样 它的位置会发生改变 位置会发生改变啊 你可以移动啊 来啊 我给大家去说一下什么含义 说一下那个 呃 我把它断开啊 断开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断开以后焊接 为什么不能隔着点去焊接来啊 比如说现在我们想把它和这个焊接在一起 你觉得可以吗 对吧 这个是断开的物体 这个是没有断开的物体 对吧 你不用想 都知道肯定不可以啊 我来试下来 我把它拽过来 啊 选择这个F8 给它拽过来啊 打开S捕捉 拽到这来 OK 然后呢 我把它两个选中 单击下你的焊接 OK 我们来检查一下啊 把S捕捉关闭 来 你看看 是不是没有焊接在一起啊 啊 说这个呢 指的就是我们隔着的点 是不可以焊接的啊 好 再反过来啊 那这个就是指的 隔着闭合的点 是不能焊接的啊 好吧 有目标焊接呢 指的是按着左键不双处 拉出来虚线 就是焊接 那将多个点 塌陷成一个呢 就是隔着的闭合的点 不能焊接 什么意思 比如说哈 你看看 这几个点 是不是被你全部的塌陷了 对不对 那现在你想把他和他 和他先在一起 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你越沉了 你看到没有 对吧 你找女朋友呢 对不对 你都没有通过人家父母同意 你直接跟女儿去结婚 你觉得可以吗 不可以 是不是这个意思 说在这里 使用他 你看看 试试啊 你看你可不可以啊 拽过来 顺着他线 那你看 能塌下吗 他不线啊 塌不上 OK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啊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好的 那这是我给大家所讲的 这几个含义 来 这几个 大家能不能理解 有没有问题 这几个有没有问题啊 来 同志们 这几个地方有问题吗 我们过是吗 好的 好的 OK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几出切角和凝结 这三个啊 我们现在说一下几出啊 有人说老师 咱们点成绩 里面还有几出吗 有的啊 来同志们啊 咱们呢 小时候应该都 进过 玩过那种小的改锥呀 或者说小的 这种金金的屋体 对吧 小牛角金都进过吧 来 比如说我们选择 一点点成绩啊 点成绩 然后呢 在我们的画面当中 选择这个一个点 现在呢 我们想给他什么 长出了一个小鸡角 啊 长出小鸡角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选中屋体 在我们右边卷展啊 这个修改面板里面 去找到兵机点的成绩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几出啊 在这儿啊 那当我们单机几出的时候呢 把鼠标放在这个轴上的时候啊 看 它就会出来一个小鸡角的造型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可以把进行的去拉缩放大 但是这个呢 是随机的 对吧 万一说我们要去做一个 有尺寸的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不能这样操作了啊 来 我们撤销一下啊 肯定家自己撤回来 好 那如果说我们是有尺寸的 怎么办啊 看好了 选中物体 大家要单机 挤出旁边的这个设置啊 设置 黑色的框框是设置 给它放大 来 但凡这个名字的后面 都会有这个黑色的设置 就表示呢 大家都可以通过里面的参数来控制它 啊 来 第一个点击下它 看 这里呢 就会有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会记录你之前的操作 那么第一个呢 代表着高度啊 你看 你把水平往这一放 这里就会显示高度 你把水平放在第二个的时候呢 它就会显示宽度 宽度指的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底座 从这到这的一个距离 明白吧 当然它是按照什么 按照半径来算了啊 半径来算的 那上面这个是高度 指的是从底部 到最上面金角的一个位置 指的是五点一八啊 我们来试下来 其实说呢 我们假如说 我们讲的变高一点啊 来 看 是不是有一首歌叫 你的头上有小鸡角 小鸡角 那种歌 大家听过没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 经常去听啊 来 想让底座变大 你在这 给它加大受值 你看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讲了一个 讲了一个小鸡角啊 像不像 像吧 这个呢 就是通过 将点去挤出造型的 挤出高度 啊 明白了吗 同学们 谁说我们的点是可以增加高度的啊 好 如果大家操作完以后 一定要单击这个勾 这个勾呢 代表着什么 确定 没听过啊 哈哈 对了 老师和你们的同龄不一样 是吧 我差点忘记了 好的啊 同学们 先往上走啊 来 这个同学好了 单击小勾呢 就表示确定你刚才的所有操作啊 来 单击小勾 OK你看就确定了你刚才所有的操作啊 好吧 这是挤出啊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但凡这边都有的一些参数呢 我们可以选择点以后呢 通过右击 你看这个里面它也是有的啊 来 给大家写一下 看这 你会发现你的右击 选中点右击 你的这块呢 也会同样的出现 来 在这啊 你看 同样会出现 比如说这个挤出啊 这是不是有啊 挤出 切脚焊接目标焊接 连接断开 看这都会有的啊 就是一般情况上呢 我如果你觉得通过右击去选择 去设置操作的话 更快 我就进行大家去右击啊 如果你觉得麻烦 你们就在右边的这个卷展栏当中去找到你想要的命令啊 看击出的旁边在这会有设置 单击这个黑色的框 就这可以对它进行设置了啊 卡了吗 呃 没有卡啊 刚才是我这边啊 刚才是我这边这个软件的问题啊 是我这边这个画笔的问题啊 画笔啊 这个叫笔的问题啊 我的这个叫笔的问题不卡不卡啊 叫笔的问题不卡 好 ok啊 来 我们给大家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啊 除了击出以外 我给大家再来说一个切角 来 当我选择这个点我们右击啊 看这这不也有切角吗 对吧 那我就跟大家通过右击哈 来 右击选择切角 那我单击旁边的这个设置啊 来 切角旁边的设置 点击一下 同样会出来这样的一个设置啊 第一个 我们会看到把手标放在这啊 手标放在这里的时候呢 会出来 切角点的量 这是切角的范围呗啊 多大 比通过这就调整了 看到吗 你切角出来切的什么 切的是一个面 而且呢 是一个四边形的面 看到没有 是一个粘形的 同学们啊 是一个粘形的面啊 明白了吗 是一个粘形的啊 四边形啊 同学们 看到了吗 这叫什么 叫面 可以通过切角呢 挤出一个面 通过切角可以切出一个面 OK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呢 有点像个窗户的意思 如果我们要开窗户 开洞 大家只需要呢 把这个地方的钩给它勾起啊 来勾起 你看它就开洞了 看明白了吗 它就开洞了 同学们啊 那么这个呢 就叫切角啊 那我给大家去画一个非常好玩的啊 来 我把它删除了啊 来 咱们呢 那在基本体的下面呢 会有个球体 也会有个几何体来 左边是球体啊 右边是几何体 看一下 一个是四角面 一个是三角面啊 看到没有 一个是三角面 一个是四角面啊 那我们拿右边这个几何体给大家画来 右肌转换为可冰体多冰形 OK 然后呢 先撤回来吧 我们在下面啊 画完几何体球体后呢 在这里啊 在它的修改面板的下面 你可以选择 是二的四个面 还是八个面呢 我们选择八个面吧 八个面呢 就是这三角面会小一些啊 会小一些 OK 好 我们右肌转换为可冰计 多冰形 好 选择一点点成绩啊 一 你把点全部去选中 右肌 大家可想想我们通过切角 变个什么造型呢 看这啊 来 我们给它切了另外一个面出来 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有点像这个轴球啊 像不像 是不是像轴球的这个面 对吧 那有人说到这个轴球面这么多吗 啊 是因为是吧 你所选择这个面不对 让我撤回来啊 来 撤回来 OK 在这选择四面体啊 当我们选择四面体 你会发现这个面是不是变得更少了 没关系啊 来 右肌转换为可冰计 左边形 OK 然后呢 通过一 点点成绩 把点全部的去选中 右肌 选择切角 看 你切出来呢 就是一个球形 看到没有 你切出来就是个球 看着啊 看明白了吗 啊 虽然这个切出来 稍微有点不规则 看着 它是有一个不规则 是因为刚才你选择的是四面体 所以呢 它就比较少 它的面呢 就比较少了啊 比较少 OK 看到吗 对不对 那如果说老师 我们这样做完以后呢 你可以用它的做一个灯具 啊 一般我们去一些一家呀 居然之家呀 进财市场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很多楼空的灯具 明白了吗 来 咱们做的 这这啊 把这个小洞给它开起来 你看 看到了吗 它是不是开动了 开动以后呢 你们可以放一个灯泡 对吧 它就会散闪发光 比如说大家 经常去酒吧玩 酒吧里面 在蹦跌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闪闪的圆圆的这个球灯啊 对吧 还会从里面把光芒射出来 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球灯啊 好吧 是不是很好玩 同学们 好 那除了之外还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跟大家说这个啊 来 我们可以用旁边的这个退出了啊 选择这个物体 我们可以通过右肌转化为可边境对边形 我们可以拿这个球体呢 用来做我们的狼牙棒 对不对 你们进过狼牙棒吧 谁不听话打谁 进过狼牙棒吗 很多游戏你们是不是也有啊 来 选择你的狼牙棒啊 选择你的物体 全部选中 右肌有一个切角 啊 用几出说说了啊 咱们这个狼牙棒呢 用几出来制作啊 单肌几出 你看 这个时候呢 它会长出来很多小刺 来来来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命迹你也可以大一点 看到吗 是有点像这个小刺猬呀 对不对 啊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去做啊 用我们的几何球体 牛心锤啊 牛心锤啊 对的 你可以把它叫成牛心锤 你也可以把它叫成狼牙棒 都可以啊 好吧 看 是不是很有意思 同学们 很好玩的啊 很好玩的啊 好 一个小灯具的球 对吧 灯具的球做出了 还有个狼牙棒 牛心锤都做出了啊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讲的几出和切角 那下面给大家再来说一下银接啊 银接来 银接呢 就是在啊 两条点啊 两个点之间去银接出一个新的一个边 我们给大家再来换一个物体 来啊 现在呢 我们来换一个物体 我随便换 就拿这个球换啊 这样吧 同学们啊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来 我拿三维物体的这个平面给大家换啊 来 一般我们都会进到过啊 家园当中的这个门 对不对 同学们啊 比如说我给大家换个换个门啊 简单一点点 来 把这分段线都给它改成一 好 一般我们在家园当中进过的门的时候 是不是中间都会有个造型 就是有一条线段或者是凹进去的造型 对吧 OK啊 那现在呢 我们通过右击 看 我直接就拿这个平面去画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三维物体哦 啊 挺好了啊 OK啊 那这样我们进到前视图啊 前视图来画 来我画一个平面 好很简单 OK 按一下我们的F3啊 现在我把它右击转换为可冰级多边形 OK 选择一啊 给大家看看啊 来这个时候呢 在点里面我们怎么去加点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加点呢 我们需要进到边场景里面去加点 你看看了没有 有人说老师这个三这个可冰级多边形 该怎么去加点呀 在这个里面哦 在第二个边场景里面去加点 我跟大家今天先透露一点点啊 因为这个边呢我们是放到下几课呢进行讲解了啊 来 先选择你的边 OK 在这里有一个插入点点 它就是用来加点的啊 点击下它 在这中间你可以打开S补桌 你看 它会给你自动补桌中点点击 还有这个点击 OK 好 我们退出来啊 点击它退出来 我们是不是加点了 这个时候你要进到这个点成绩里面去按下1 OK 这个时候你要选中这两个点 在中间去加一条边 怎么加呢 右击选择你的凝结 或者说在这里面单击凝结 也是可以了 来凝结一下 看到了吗 你是不是发现你的中间又增加了一条边呢 同学们 明白了不 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所说的哈 连接的一个含义 连接的是在两点之间去连接一条新的边啊 OK 这个连接很重要的啊 你们在后面搭建模型的时候 往往都会通过边呢 去连接这条另外一个边的啊 经常会用的 好吧 OK 那把我们刚才讲的给大家再来巩固一下啊 来三个啊 刚才讲的是这三个来 一个是挤出的含义啊 挤出是可以将点挤出高度 并且呢 可改变第一步的宽度 同样也可以加面 这个我跟大家再来强调遍啊 这个我需要跟大家单独的进行讲解一下啊 来你们看我啊 有人说老师 点这个挤出不就是增加一个小鸡脚吗 有高度 底座还能加宽 那你后面写了一个同样可以加面是什么含义呢 来啊 咱们呢除了切角可以加面以外 那我们的挤出 它也是可以直接给物体来加面的啊 怎么去加 看好了 来 我们呢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重新去画一个球啊 重新画个球 OK 来三位物体哦 画个球 OK 我右击转换为可边际 都没想 好 选择我们的一点点成绩啊 来 就拿中间这个来说哈 来 我选择忽略背面 当我点击第一个的时候呢 我想自己给它去加一圈的 这个叫什么呀 边对吧 加这个边 但是我不想让它有高度 对吧 就像这个圈一样 我感觉就让它在里面再去走一圈 那咋办呢 我们给大家讲讲来 除了通过我们的切 切角来做以外呢 但是呢 我们还要跟大家说讲来 右击选择我们的挤出 来啊 当它情况下呢 这里是有高度的 是不是 那我们把这个高度啊 给它改成什么呀 粘不就可以了吗 来 我们改成零啊 你叫回车 你看 这个宽度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面 同学们 是不是 如果打想让它变大一点呢 来 你调它的受值 不就可以吗 最后单击小勾确定 OK 看到了吗 它就直接给你生成了一个面 对吧 这个呢 所以说 几处呢 它也可以给物体去加面 OK 只要将高度 改为年就可以了啊 高度改为年 改为年啊 高度改为年 OK 来啊 笔记攒出来啊 在这些 同样可以加面 将高度改为年啊 年就可以了啊 那切角呢 是将点切出一个面啊 OK 那连接呢 是在两点之间去连接出一条边啊 两点之间连接一条边啊 OK 这是我们跟大家刚才所讲的这三个命令的一个含义 我标红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说大家要重点去记 好吧 重点去记啊 重点去记 OK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啊 下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一个什么含义啊 来 同学们 我给大家来看张图片啊 来来来 我给你们看张图片啊 我现场给大家去搜 现场给你们搜啊 你们知道什么叫威力写吗 同学们 啊 你们知道什么叫威力写吗 威力写知道不 来 有没有人知道的 同学们 有没有人知道威力写是指的什么意思 我先不打啊 你们先猜一猜 不知道啊 其他同学呢 咱们这个班级里面有学环境 环境设计的吗 环境意记学的吗 环境设计的有吗 哎 哎 咱们这个东风市民同学说的是非常棒的啊 他呢就是什么 威力写指的就是一个带有高度的一个山坡 小的啊 但这个山坡呢非常的小 它的高度面积不是很大啊 来看一下 来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公园里面 对吧包括我们的小区后面的这个呃都能看到这种小小的这种的带有高叉的地形啊草地啊 就这种看到没有就这种这种呢就叫微地形啊 看两边对吧就有那么一点点的高度啊 他并不是很高看都会有一那么一丢丢这个呢就叫微地形啊 这个特别明显特别明显啊 还像这样的是不是很明显一般小区里面都会有的哈 还有公园里面也会有啊那我们就大家用他来制作这种微地形怎么来制作啊看地形上面呢除了微地形以后呢 他还会有一些小路这些小路呢怎么能和这个山坡高度能平行呢 是不是怎么能给让他融合在这个里面呢看 这种呢我们就大家来画啊 来第一步啊 沙盘 哎对于说非常棒 这个理解的很好啊 来 第一个啊看好了 第一个我们去选择一个平面啊 在T字图当中给大家画啊 T字图你们画啊 OK 选择的是平面啊 来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啊 比如说我们画的是一个 一个后院啊 一个后院 农村的土堆呗 哎你说的也对 很对很对哈 他还可以用来做 这个的还可以用来做大的山包 那种三体的 比如说像九老师之前的时候在做那个城市规划 他的周边全都是大山包 全是那种大山 那我们再去进膜的时候呢 也是这么操作的啊 你看我这么操作来 假如说我画的是我家小区啊 里面有一块绿地 大概呢有长五米的哈 然后宽呢 我们也给它算五米 OK 那么在这个五米的场地里面呢 我们要去做一个山包啊 并且呢 中间呢还会有一条小路啊 明白了吗 OK 来 这时候我们不加分段性哦 一定要加分段性啊 因为你的山包不是有高度吗 有高度的话 你就加分段性 分段性越多呢会越圆越啊 来 一百 下面呢也一百 OK 是不是密密麻麻的 好吧 好 右击转化为可冰激 多边形啊 看我们用平面去进膜的时候 你只能转化为这一个 看 其他的什么网格呀 图片你都选择不了 这是打算做三位地图吗 算是吧 啊 包括你们看到的那些谷歌地图啊 那些呢 都可以 可以拿这个去做啊 好吧 来啊 转化为可冰激多边形 OK 在哪里呢 在原选择看掉 在这个修改面板下面的这个 转展能里面 可以实现大家的这个愿望 做三位地图的啊 来 这点进去进来 OK 在原选择这里面呢 首先 你要选择点啊 如果你不选择点 这里面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啊 OK 好 单击第一个使用原选择 勾上它 好 OK 勾起后就代表着 你可以来操作它下面的一些设置了 哈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随机去选择一个点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点 OK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衰减 搜索 膨胀 来调整这个三包的什么 一个形状 在这儿看 它在这里有形状 你能看到它哈 比如说第一个 你通过搜索 看 你三包呢 就会一会儿出来是一个金金的 你谁谁家三包这么金啊 对不对 你怎么吓人呀 我底下没那么没那么金哈 稍微再饱满一点点啊 饱满一点点 OK 我们在这儿给它稍微撤回去 啊 尽量不要控制复数了哈 这个稍微再 哎 再稍微高一点啊 来来来 OK 好 这个呢 衰减 看 这个衰减是什么含义 我再说一下 衰减呢 指的是你这三包的一个总的一个命级 看这啊 当我把这个数值的加大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彩色的区域啊 看好了啊 你们仔细看啊 你们仔细看这啊 来 我来动衰减啊 衰减区域 来 看到了吗 是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三包的一个趋势 它的一个命级啊 那这个冷色系到软色系呢 就代表着 就是这个三包呢 会越来越高啊 这个软色系 你们就表示越来越高啊 明白吗 软色系就代表着吧 越来越 越比较低啊 好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见到屁视图来观察啊 来 我们呢 奥特加手标的中键 旋转一下 来 把手标放在你的Z轴 对吗 放在Z轴里面啊 来 往上面拉 看到了吗 你的三包是不是出来了 是不是感觉像挤了一块痘痘一样 对不对 看到了吗 是不是三包 神不神奇 你要不要圆韵啊 对吧 三包的形状 是你要提前通过载车去调整的啊 通过收缩和膨胀来控制 然后呢 被衰竭的是在调整它的面积的啊 好 我们再做下一个 来 我水平找一个点旁边的 OK 那我把这双包稍微调小一点啊 双包是有大有小的 对不对 那我把它收缩回来 小丢丢 然后呢 高度呢 我把它再 可以了 我就不动 再抬起来 你看 是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再点一个啊 旁边的 啊 然后呢 我再去把面积扩大一点点 好 那这个三包呢 我想把它做再高一丢丢 是吧 高一丢丢的话 在这啊 再往下走 再回来鼓一点点 好 这样了啊 来我们再往上抬 看到没有 是不是又高起了 你看 它比刚才这个高哈 明白了吗 那最后一个 我们在旁边再来一个啊 这个呢 来大一点点啊 面积大一点点 然后呢 整体的高度呢 我们直接拉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我不打算调高度了 哎 是这样的 看到了吗 OK 你们能不能理解 这个是我们的三包哈 A加F4哈 F324 看 我们的三包 出来了吧 最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啊 塞在这里再做一个 坟地没这么圆圆 哈哈哈 颜哥哥 你笑死我了 可以做不圆滑的吗 啊 可以呀 可以做不圆滑了 那你就在这里调整 它的数值就可以了啊 哈哈 我是跟你们做了一个稍微 稍微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三包哈 这个三包呢 如果大家后面在做微地形的时候呢 可以作为有规律的 就是大家控制下它的一个 一个层次啊 一个层次 对吧 三包是有大有小 然后呢 你要注意一下它一个走向 就是如果说你要在中间去加小路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它一个走向 明白了吗 啊 那么点着啊 来 拿一个三包 把这里再拿一个小点的 好 OK了 看到没有 这是三包 对吧 我给它换成一个绿色 绿颜色的 OK 你看 看的没少去看盗墓笔记 我们如果说这个冯木同学们 你们真的没少看冯木 看这个盗墓 盗墓笔记哈 这个呢 我给他我给你们看张图片啊 你们先别着急来 我给你们看张图片 来来来 同学们 我给你们看张图片 哎 你们看到这种山包了吗 对吧 有高有低的 你都可以自己去设置 这种大的山包啊 大的山啊 就比如说前两天 前段时间我还去过黄山呢 对不对 黄山的那个山真的堵的不行啊 每一个山之间特别的尖锐啊 特别的尖锐 对吧 你们也可以拿这个去做啊 也可以拿这个去做啊 好吧 然后我给大家再看一个啊 看一个大峡谷的那种啊 大峡谷 我给你们看一下 来 这种的看到了吗 看到没有同学们 啊 比如说你们现在 要去做这两边的山 你们可以通过 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 中正的这一块呢 你们就可以做条小路 是吧 可以做条小路任赢过去 这是一个地脉啊 一个地脉 这应该是拿谷歌去拍的啊 谷歌上去截的一个图啊 OK 好 大峡谷 咋想的 这都是坟地 咱们等到花盖的时候 同学啊 我们不要说这个坟地了啊 好吧 我想点开心的哈 微地形 微地形 OK 好吧 好的啊 来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山包还可以用来做火焰呢 你看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设置一下 比如说我单就选择一个啊 我教你们怎么来做这个带火焰的山包啊 来 比如说我选择旁边这一个哈 然后呢 在这里面看 当它往下面走 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有一个往下走的火焰啊 当你拉出来的时候呢 它也是这样的 你看 这个山包 看吧 它凹进去的 看 它凹进去的啊 好吧 好 OK啊 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来 我们呢 就跟大家讲讲说 来 现在这是个山包 OK 我们现在呢 想要 在这个模型的中间 也就在这 穿插着去走一条小路 那这个小路呢 我们就跟大家去讲讲啊 我们会用到 另外几个成绩来制作它 好吧 日本的富士山 哈哈 你们想象真的太丰富了啊 好吧 OK 那到时间到了 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 以后再回来啊 OK 来啊 我先做 打个文字 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 大家下课吧 一会我们再接着讲啊 来点音乐啊 同学们 这一座 一头跳的鞋 都没想过 没走过 想要的心也没错 爱的人不爱我 太难过 还能忘记多少的结果 少了一颗苹果 却反正没有火 感觉你连我 却怎么没发生过 人没错 亲爱错 连麦也不放过 天都黑了 你都没来过 没来错 戏都完了 眼都没眨过 没哭过 完美的剧情错过 伤害信息分太多 太脆弱 你和一生都伤过 天都黑了 谁都没来过 没来错 一头条的鞋 都没藏过 没错过 想要的戏也没错 爱一个人不爱我 太难过 我还能浪费多少结果 讲讲刚才的大峡谷吧 那个公园椅的跟水不是还没弄出来 咋想的都对啊 同学们稍等一下啊 要在透露楼里挑前视图和点图画吗 啊这同学稍等一下啊 一会回来啊 我还能不能让他来 这个地团回来 我就想进面 好 我还能让他来 带没鞋 我还能让他来 一会儿 我还能让他来 是我的 我的部队 我不不会 我还能让他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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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一下 作曲 李宗盛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给大家 去讲到一个新的一个新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要去学的可编辑你们的边界啊 这个边界是什么 就是开放的边啊 开放的边来 第一个我把它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给他附着旁边过来演示来 OK啊 什么叫开放的边 听我看一下 就是这个模型 边缘部分的这一个啊 边缘的这一条呢 我们都把它称为边界 因为这个边界呢 只有左边啊 只有一边是可以和连接物体的 右边是没有 所以他被称为没有 所以他被称为开放的边哈 他称为开放的边 选中他以后呢 我们按一下快捷键3 能进到边界里面去啊 按下3 能进到边界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哎 你看看 你的边缘部分会自动的被选中 是红色的区域啊 当你NF3 你看到了吗 你自动会选中什么呀 这个边界 哪怕你单击旁边的空白处 你再次这样框选的时候呢 你框的都是边界啊 那么现在我们教大家一个新的方法 把这个边界提取的出来 我们只要这个轮廓 用这个轮廓来做什么呢 来做他的一个马路牙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刚才和这个地形是平衔的 对吧 有个地方是高起来的 有地方是滴进去的 有地方是鼓起来的 对吧 那么我们用他去做的话呢 能对着眼似合缝的 那怎么去提他呢 第一个我们选中的边界啊 第二个 在我们右边的修改面板里面去找到边界 打开捕捉的快捷键是哪个 S键 这个同学 S键是捕捉的快捷键啊 好 找到右边的这个边界啊 边界边界 切换到我们的利用所选内容的创建图形 什么意思 就是你当前所选择的这个边界 你可以把它 生成二维图形啊 你看 现在我选择的它是什么 三维五体哦 那我可以通过它把它转换为 我们的二维图形啊 这是三维图形 转化为我们的二维图形的方式 转化为二维图形的方式 我要的是它的一个轮廓 对吧 通过这个方法听好了 边界啊 边界你们选择来单击下它 选择平滑 平滑啊 平滑指的什么意思呢 平滑指的就是你这里面呢 带有曲线的你肯定要让它平滑啊 单击确定 OK 好 这个时候我们退出了啊 单击这退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看 你被刚才操作出了是个什么 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二维图形 看这可编辑样条线 是你想要的吧 因为我们要做马诺牙子啊 马诺牙子怎么去做呢 我们很简单给大家之前讲过 选择样条线 对吧 你把它全部去选中 通过它下面的轮廓 对吧 以中心向两边去轮廓 比如说我们给它轮廓多少呢 能够轮廓一个大概吧 好 轮廓之前呢 那先把这个地方给它修紧一下啊 这个地方修紧一下选脚点 这个地方选择脚点 轮廓之前的话 大家一定要先去啊 看一下这个方向啊 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出错 选择我们的脚点 OK 还有这选择我们的脚点 哎单击错了脚点 OK好 再选择样条线 找到我们的轮廓 轮廓的时候要勾起中心哈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以中间这个线向两边去轮廓 你才会有一个马路牙子呀 同学们你们知道马路牙子吗 来啊 看看到吗 它会以中心去轮廓这个马路牙子啊 那我们不需要太多啊 稍微一丢丢就好了 OK好 然后呢选择点 看这 这个地方有交叉的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线段是不是断开了 同学们啊 我们看看是断开了吗 不是的是因为啊 它的间距太小了 导致呢什么 重合在一起了啊 导致重合在一起 看这导致重合在一起啊 多余的点呢 大家可以把它删除掉啊 然后呢 我们再检查一下 为什么要直角呢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按道理说的话 马路牙子的话 这边是不是应该断开的 同学们 是不是断开的呀 你看 我们在时光当中 见到的马路牙子 应该是断开的 但是呢 我们这块是不是 给大家讲这个原理 就忽略掉了这个边缘部分 一般我们从入口进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马 没有马路牙子的 而是什么 拐着弯过来的 是不是 它是不是应该拐着弯呀 你们要看这 是不是应该拐着弯呀 对吧 但是我跟大家去讲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去说这块啊 好吧 那我大概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先撤回来啊 你们在时光当中 见到的马路牙子啊 除了啊 你们见到的马路牙子的话 除了在时时落口的话 是带有圆角的 剩下的地方的话 大部分都是直角啊 来 应该是这种形象 对吧 因为你要 给人一起把一条通往 其他地方的这个路啊 对吧 肯定不能高起来啊 ok 好 这个时候再去选择这两条线 给他加一个轮廓啊 来单进你的轮廓 这个轮廓呢 不需要太多啊 大概马路牙子也就五公分啊 也就五公分啊 我就给他大概的走一下啊 大概走一下 这个地方有从合的 好的 ok 给他一个挤出 挤出的话呢 来一点高度啊 来一点点高度 好 我看一下 同学们看到了吗 但是你会发现 老师 这个破命呢 你看 点没有焊接在一起 对吧 点没有焊接在一起哈 一般马路牙子最多也就十公分啊 十公分 但是今天的我们这个命计划的比较小 所以我们稍微给少一点 不要太多啊 少一点啊 好吧 少一点啊 ok 我们返回去啊 说明什么 点没有焊接上 全部选中 单击我们的焊接 ok 再把起初开启 好 还有问题啊 还有问题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检查啊 看看哪个地方还有问题 还有点没有焊接上啊 同学们啊 还有点没有焊接上 ok 那这样 我们在旁边给他去加一个 焊接的预值 来 在这去加一个焊接的预值啊 加个时间车里去吃 给多少个十 ok 我们再来点击焊接 好 再给个寄出 看就可以了 对吧 马路牙子一般都是十公分的啊 十公分 ok 十公分的啊 你说有150宽吗 啊 我说的不是这个这个整宽哦 同学们 我说的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一个边缘部分哦 从这到这啊 好吧 好 我把它移过来 ok 放在这啊 看到了吗 同学们 我这个有点太高了哈 我因为我的这个尺寸换来不够标准啊 看到没有 尺寸换来不够标准 你们别介意 我就告诉你们方法啊 来 明白了吗 看 马路牙子 看到了吗 太高了 再给它降一降啊 来 这就是马路牙子啊 看像不像公园这个路 小路 对吧 像了吧 ok 这个你们学到了吗 这是给大家去进行讲的一个额外的知识点啊 额外的知识点 你如果想学习的话 可我去练习一下这块 好吧 好 ok啊 那我们给大家把刚才讲的这个兵界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刚才呢 我们讲啊 来讲了个搜索 对吧 这个啊 关于人选择当中啊 咱们呢 可以通过衰竭控制咱们的命迹 就是这个山包的一个命迹啊 它是由暖色到暖色的 那么暖色的范围越大呢 就表示这个点越多 就是表示什么呢 山包的命迹会越大哈 那收缩呢 是控制这个山包的一个尖锐度的 下面的膨胀呢 是控制坡多的一个幅度的 对吧 它有多高啊 有多堵啊 是通过这个膨胀去控制的啊 好 那么最后给大家再说一下哈 咱们呢 下面有个Lebis细分 这个呢 我不打算再 这会讲 一会呢 我会给大家去做一个案例 然后呢 我再去讲这话啊 好吧 那么先关了啊 下面大家要记住边界 边界呢 指的是什么 没封口的 或是开放的边啊 就表示呢 有一边是 没有连接任何物体的 我们把它称为开放的边啊 所以呢 我们把它称为叫边界 跨界界呢 是三哈 那么在边界里面呢 我给大家刚才讲的是这个 可以提取我们的二维图形啊 明白了吗 将三维转换为二维提取它的一个图形 方便我们来做 刚才给大家所说的马龙牙子 好 第二个呢 我给大家再讲风口和桥啊 来 在边界里面 什么意思啊 来看好了 来 怎么样啊 比如说我给大家去画一个球吧 这个我们今天就 这个三包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来 我们画一个 回来啊 找到标准机品体 我给大家去画一个桥梁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圆柱体吧 来画一个这个球吧 来 画一个星球 对面啊 来 比如说 外星球哈 来 这两个球呢 这两个球呢 目前啊 想进行的搭桥 是不是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将这两个物体啊 它成一个物体 来 右肌转换为可冰激 对面形 那我们可冰激对面形 你们呢 也有相同的点 比如说像这个附加呀 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了 来 把它选中右肌 选择我们的附加 在这啊 附加 附加 还点击下 你看 这两个物体呢 就变成了一个 对吧 好 OK 那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选择冰界啊 冰界 当我们选中冰界来 单击冰界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 首先我们怎么去把这个球 给它进行的 展开半哪呢 展开半哪呢 啊 怎么展开半哪呢 比如说我们树像吧 怎么把它变成树像的 展开半哪呢 我们先进到前视图当中来 第一个啊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叫多边形 按下筷子的4 你可以把 哎 左边的这半哪 选中 按下Delete键 删除掉 你看 它是不是就没有了 半哪 那你再把左边这个选中 再去删除 你看是不是又没有了 OK 那么我们把剩下的这两个 没有开放的这个边 给它选中 开放的边选中 来 回到这一层当中来 是不是 三边界啊 按下三边界 三边界 来 框选它 再按住Ctrl 再框选它 OK 现在你选择了两个开放的边 那么我们点击一下 在这个边界下面的边际 边界转转能力呢 单击这个球 大家仔细看哦 来 你会发现一个重点啊 来 单我单击桥 看到了吗 它们之间是不是瞬间的打通了 对不对 像什么了 是不是像一个胶囊 对吧 像不像啊 同学们 像个药 药丸啊 OK 这个就是可以将开放的边界 进行连接在一起 对吧 这个呢 就叫桥 两个物体之间呢 去连接 在一起呢 我们把它称为桥了哈 通过边界里面的 OK 好 不光边界里面 可以让它去生成一个桥 对吧 而且呢 我们的 这个多边界里面呢 也是可以让这个物体去生成桥的 看 也可以通过桥 来让它去生成啊 您这个桥梁 来 我给大家再画一个啊 来 现在我们想在这个桥 这个外星球的对面 再去画一个物体 来啊 再给大家去画个物体 OK 那我同样把它选中 通过附加 又把它变成了一家人 OK 现在呢 我们想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所说的面 这个面呢 指的就是物体上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些小方块 它都是面 来 当你选择四 面成绩的时候 看 这里面呢 你选择就是一小方块 它都被称为面 咱们这个多边弦呢 把它叫成面 同学们啊 你们记住了 以后我说让你选择面 你们要记得 我们说的是多边弦这一个面 块节键是四 同学们要记好了啊 面呢 就是单个去选择看 单个去选择 对吧 你也可以这样框选 是不是也可以啊 明白了吗 也可以这样框选 啊 那么下面这个元素呢 就是直接点击一下 就整个都选中了 它像什么 连续的面啊 它和上面这个面的区别就是 上面这个是可以单独去选择的啊 按照它的部线 这个思路可以单独去选择 下面这个元素呢 就不一样了 是需要什么 整体去选择的啊 好 我们现在讲面 面里面呢 也可以进行搭桥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面 和什么呀 和你的这个面 之间我们想让它去 深层去连接一个桥 来按住ctrl键选择 我们想要在这两个面里面打通 生成一个桥梁 对吧 来啊 当我们单击桥的时候 大家仔细看 来 你们仔细看啊 点击桥 OK 看到奇迹了吗 它是不是把这两个桥之间打通了 去生成一个新的一个桥梁 它会沿着你的这个路径 什么意思呢 不是路径啊 就是你的这条边的一个延伸的范围 看 如果你的对面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面积 那么双方的对面呢 是个小的 它会沿着你的这个自动的发生一个扩展 看 自动会有个扩展啊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啊 这边比较小 这边比较大 是不是 明白了吗 这个呢 就生成桥啊 通过桥可以连接 啊 同学们 听明白了吗 来啊 我们可以用什么啊 边界里面的桥 去让物体去生成一个铃接 那同样用这个边界 用这个多边形里面的桥呢 也是可以的啊 OK 我们今天就只讲大概这几个啊 来 所以通过我们多边形里面的 这个桥也是可以的啊 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 明白了吗 啊 那还有哪一个呢 这个元素里面也是可以的啊 元素里面也有个桥 我就不打桥了啊 就只要叫技术藏用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边界 啊 藏用是这个面里面的桥哈 藏用是这个就可以了啊 剩下的这些呢 我们会放到明天课程里面去讲解 好吧 毕竟东西比较多 大家一下子也 也吸收不了这么多哈 好吧 OK啊 来今天大家先去记住我们的这个哈 记住这个边界啊 边界这个桥后这个 将物体转化成二位图形啊 然后还有个风口啊 来 风口给大家来进行讲解一下啊 风口来 比如说我们将这个物体去选中啊 选中 OK 现在呢 我把它呢 进行的delete已经删除掉了 那么这个物体呢 现在有个破洞了 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口给它封上呢 啊 现在我们要进到边界里面去 选择 刚才你说这个范围啊 看 你就能选择到这个边界了 选中边界以后呢 我们通过右击有一个风口 包括我们在这也能看到风口两个字啊 看着风口 点击一下风口 你看 它又给你补上了这个面 而且呢 它会沿着你的这个信条啊 有拼斜度的去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风口的意思啊 好 来 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方向啊 风口 可以将物体进行的封面啊 封面 好吧 来啊 同学们 大家先记住一下 我们今天给大家所讲的这个啊 来 刚才我讲的这几个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来 你们就先说刚才我讲的这三个能不能理解 同学们 来 同学们 这三个能不能理解 有没有问题 来 同学们 这三个能不能理解啊 能不能理解 如果大家说今天不太理解 没关系 我们明天还有一节课啊 包括我们后面很多课程呢 都会去用到可编辑多编写来搭进模型的啊 我会 我会帮大家慢慢去梳理的啊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呢 要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啊 这个练习呢 呃 我们可以算是一个作业哈 我们并不是每节课都有作业的啊 但是今天这节课是有作业的 好吧 OK啊 来我们看一下啊 咱们要给大家讲的呢 是一个 呃 小的 骰子 你们都玩过没 同学们都打过麻将没 啊 你们可别告诉我没打过麻将啊 呵呵 来同学们打个麻将没 打个麻将的举手 来骰子 打个麻将的同学们给我举个手啊 来来来 打个麻将没 同学们 打过没 呵呵 打过 好啊 不光是打个麻将 而且大家在酒吧里面是不是也玩过吹牛 砸金花 是不是啊 都玩过呀 都会用到伞子 对不对 啊 比大小 是不是也可以啊 还会卡大二 拿棒子打算 呵呵呵 好的啊 呃 拿棒子 打算 拿棒子算过 没去个酒吧 啊 医生有 医生有你 多大呀 没去过酒吧 真的假的呀 啊 没去过酒吧 打麻将过会吧 呵呵 啊 没去过酒吧 去过去过那个那个什么来着 啊 烧烤店去过吧 啊 一般去烧烤店 烧烤店的时候 大家在玩游戏是不是都会玩过那个杂金花什么的 吹牛啊 哎 有骚子 对 三十五过了 真没有去过 真没去过啊 比我还老实 呵呵 你们真的太冷装了啊 太冷装了啊 呵呵 没有去过是吧 好 那这周 这周六的晚上就成全你了 你可以去啊 你可以跟我请假 你去酒吧啊 呵呵 好的来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的搭建啊 就我们今天的搭建模式一个思路啊 它挺好了 来 一定要挺好啊 我给大家能说一下这个分析思路啊 来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同学们啊 第一个啊 来啊 第一个杂子 看好了 我们怎么能得到一个啊 正正方方 并且呢 边缘部分还会带有圆角的这个模型呢 你们先告诉老师 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法来搭建这个模型啊 同学们 还有个老师要请课了 哎 你们最后毕业作品 如果你们最后全都能教权啊 都能按上来上课 我就请课 好不好 气 不一定 说 不是不好的人 咱们的小张同学 对的 我们用切角圆柱体 对不对 OK 好 那这个杂子呢 它就是一个装饰 就是个工具吧 它的属性就是个工具 对不对 那尺寸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尺寸大家都知道 杂路网络很小很小 是不是 咱们就按30来算啊 30乘30再乘30 OK 好吧 骰子啊 骰子啊 骰子是 我想想 记不起来了 是5公分还是30 30吧 我记得好像是2公分哈 2公分 我记不起来了 因为我也好久没有去了 好的 咱们就按3030来算 OK 好 OK啊 咱们就往下走 来 第三步 我们知道下 怎么来搭建这个骰子呢 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知道了 我们用什么呀 切角圆柱体来搭建 切角圆 切角正方形 对吧 切角长方形 就说了 长方形 它呢 直接能带什么 带有圆角 OK 那么大家要思考一下 我们的最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什么呢 就是 你们思考一下 怎么能得到 中间的这个小圆顶呢 这个时候大家要去思考的 来来来 我为什么会拿这个骰子 跟大家来讲案例呢 是要拓展大家的思维 培养大家的设计思维 就是模型搭建的思维 1.5 哎呀 咱们先不管了 就按照这个30来算 好不好 我就高盛怎么搭建模型了 来来来 你们高老师 怎么能得到这个点呢 每个面上面 大概有6个点 6个不同的 6个不同的点 对吧 从1到6 是不是 拾取原型 呃 这个同学 拾取原型的话 你得拾取多少次 一个面里面是多少 拾取5次 啊 一个面里面 拾取5次 好 就算你一个面 拾取一次 你把自己5个 全部的附加成一个了 你拾取一次 这边呢 拾取又一次 这边呢 又一次 对吧 你6个面 要拾取6次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夜藏小王子 再次 你看我一说去酒吧 你看看你们全都出洞了 你看看你们 你看看你们 啊 不好好学习 该挨打了啊 是不是 好了啊 看吧 你们平常没少玩 好啊 我跟大家去思考下来 啊 首先 你要知道 这一个点 是怎么得来的呢 老师 请假 我马上去 不批准 不批准啊 把课给我听完 听完啊 你明天去啊 明天走 明天走啊 你走啊 去啊 好了 看一下啊 来 咱们这个点 你怎么能得到它呢 同学们啊 大家思考下 我们呢是不是一个十字交叉的地方 才会有一个点去诞生下来呀 对吧 那如果说 我们这一个面上面呢 哎 它有三排点 对吧 一排两排三排 那么中间呢 我要给它划分去加几条线段呢 它才能有这个点呢 同学们思考一下咯 加几个线段 是不是 同学们你们再思考一下啊 是不是一个十字交叉的地方 我们才可以断生一个点啊 对的啊 实际说 我们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往最大的去走 因为你最大也就三排 对不对 你从一到六 你最大呢 就要摆成三排 是不是 最多摆三排 那我们就按照三 三条分断线去走 是不是 那这边呢 我们也给它去走三条 但是呢 我们只拾取什么 拾取上下的 这四个点就完事了 OK 但是这个面呢 我们要去选择这什么呀 这五个点 对吧 啊 对的啊 OK 你们真的非常棒啊 非常棒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了搭建模型吧 好不好 来 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操作啊 你们也可以一边去想 我一边的操作啊 好 回到我们画面当中来啊 第一步 我呢 去选择标准基本题下门的扩展基本题 选择切角长方题啊 来随意的去画一个大小 OK 哎呀 不小心操作太快了 又就结束 好 单击修改面板 在这里改长宽高的尺寸啊 来 又就用刚才我给大家说 过的这个尺寸啊 来 30 存以 30 再乘以30 OK 好 圆角的范围呢 我们稍微给小一点 你看圆角太大了 它就成一个球了啊 好 按下P 建到我们的透视图当中来 把圆角呢 稍微给它改一改 圆角呢 改成5吧 好吧 你看 圆角的数值越小的话 它是不是看起来更立体了 OK 这个像不像我的伞子造型 像了吧 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像啊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来布线啊 咱们这个里面呢 叫布线对吧 包括我们以后 在搭建任何模型的时候 我们只要用到可冰器 多边形 我们都需要通过 布线思路啊 多边形啊 如果大家以后都用到多边形的话 都要学会用到布线思路 布线思路 思路啊 你要考虑到你的造型是什么样的 你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得到这个点 或者造型啊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来加线啊 怎么加呢 就是我们横向三条 竖向也三条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可以选择在这啊 在这 看 这个切脚长方体的下面 是不是自带长度分段 宽度分段 高度分段 圆角分段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加 就完事了呗 OK啊 我们给大家去说过 3D Max人自带呢 分段线是为1 1的话呢 就表示是没有的哈 那我们要在1的前提下 去加上3 OK 那么就是我们的4啊 看这 看好了 OK 再选择4 OK 下面这个高度呢 也改成4 OK 好 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看明白哦 来 我们呢 取中间这个哦 这是我们要去进行选择点的范围啊 不要跑 跑远啊 不要跑远了 OK 好 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转一下啊 老师重做一遍 老师重做一遍 咋了 再重做一遍啊 行 重做一遍 来 从哪 从这开始啊 好吧 将圆角更改为多少呢 更改为5 OK 对吧 它的尺寸呢 就是30×30×30 小江也有烦恼 同学 我重做了呀 你是我重新画这个 切脚长方体吗 啊 行 那我重新画啊 来啊 选择切脚长方体 在T字图当中 来按住左肩部双手 先随意的去画一个大小哦 然后再通过修改面板 去改尺寸啊 好 按下P 进到我们的透视图当中来 方便我们去观察 out加什么中间 旋转下视图 在这里改长框高分别为30 来 我们把它改成30 按Table键切换 30 Table键切换 30 OK 下面的圆角改成5 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在这将长框高分别加上3 因为3D Max你们自带的话 默认信段是唯一的 1呢代表着没有 所以我们在这加上3 那么1加3就是4啊 来分别写上4 OK 好吧 圆角不需要给了啊 圆角给一下吧 来 飞妹给人4啊 稍微圆韵一点啊 3吧 不动了不动了 好 看到了吗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要所操作的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啊 这个是我们要操作的范围 明白了吗 那我们会取什么呀 这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加中间这一个 是不是五个点 对吧 呃 这是在透出准操作吗 对的 我是为了让大家方便观看的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 试图对你来说 不太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切换 来 我们可以切换到左试图啊 看明白了吗 OK 好 来一下F4啊 好 这个时候呢 大家把它选中 右级转换为 可冰计多门行啊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 大家在转换之前呢 先去做一个备份 放在旁边啊 备份一个啊 因为这个 一旦转换为可冰计多门行以后啊 你没有办法撤回去的 对吧 你要修改怎么办呢 对吧 如果你操作很多步了 你测回不去了 你就需要重新 冰计了 就请大家 在做可冰计多门行的时候 一定要进行多的进行备份 怎么备份 把模型向上去复制啊 好 这N下1 进到点点成绩啊 咱们呢 在点成绩里面 先将左边的这一个面 选择一个点 选择一个点之前呢 我们先打开选择 把忽略背面给它勾上啊 保证你在这一个面里面选的是吧 是一个点 好吧 来 我给大家画啊 来 来 同学们看好了啊 我们是要在这个区域里面操作啊 看到没有 是要在这个区域操作啊 你们不要选错了啊 千万不要选错了 给你们转一下方向 来 看好了啊 我们是要在这个区域 有人说 你怎么看车了 看车 你看到这块有个圆弧了吗 啊 每一个角呢 你们都有这个圆弧啊 要排除这块啊 包括这边也是一样的 排除这块 明白了吗 排除这边啊 包括这边也是一样的 我就不给你们挨个句话了啊 我们呢 从中间的这一块去操作啊 中间这块操作是我们的区域 明白了吗 这个是我们的区域 同学们啊 记好了啊 好 L键 忽略背面 勾上 勾上 OK 选择第一个点 OK 然后呢 再切换到我们的前视图 Ctrl Alt 加这一键 显得出来 在这里选择我们的2 2的话呢 是选择这个点 或加这个点 对吧 那我们按住Ctrl键 不双手 OK 按住Ctrl键 选这个 选这个斜对角的两个点 OK 那我们现在呢 要去选择我们的右边 对吧 右边的话没有快捷键啊 你们可以通过在这里面切换看 右边是不是也没有啊 按在这啊 看右 点击下右 或者说你们按什么呀 Alt 车过来啊 按住Alt加什么的中间啊 我建议大家这块千万不要松索哦 松手了以后就重操作了 我建议大家直接 Alt加什么的中间 在咱们的套制图里面去旋转就可以了啊 这边是几呢 这边是三倍 上面一个中间一个下面一个完胜对吧 那最后呢 这边是四倍 上面一个左右各两个啊 看没有 上下是吧 各两个OK 然后再说我们的五 五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最上面呗 这是在底部了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这啊 来五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对吧 还差最后一个底部的六个啊 一二三四五六看到明白了吗 同学们 你们看到我的这个选择方式了吗 有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啊 有问题不 哎 这个三是不是写着同学们 三是不是写着的 我好像理解错了啊 按住Alt键 简选掉啊 三是写着啊 是写着的 好吧 OK 现在把点选中了 我们现在要得到什么呢 要得到它的一个圆 是不是啊 那这个圆怎么去做呢 我们就用几处来做啊 几处呢 是可以啊 凸起来也可以凹进去的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物体呢 鼓起来 同时呢 也可以凹进去 明白了吗 好 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要凹进去 凹进去啊 因为大家知道 你们经过的散子的话 它是要凹进去的啊 看 它不仅有圆滑的效果 而且呢 它是凹进去的哦 它和这个白色的 不是在一个面上面啊 不是在一个面上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过右击 选择几出 你看 默认情况下 它是往外去几出的 你看 默认情况下 是往外几出的 我们给它一个复数呗 在这个高度里面 给它一个复数啊 这个复数给多少呢 给个负五 给个负五啊 敲毁车 你看 点成负五 它是不是凹进去了啊 那有人说没有圆滑效果呀 先不用着急 慢慢来啊 慢慢来 OK 好 这个时候呢 这是什么 这是宽度啊 看着宽度 你可以把它改大 改成多少呢 改成五 啊 五太大了 改成四 改成四啊 不能太大 看着 当你改得很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六 中间的这两个 被挤压了 看到吗 同学们 中间两个被挤压 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它宽度 改成三吧 就不要动它了啊 看 就把它宽度 改成三 就可以了 不要动 OK 好 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步 啊 看一下 完成这一步以后呢 单击小勾 一定要去确定啊 好 我的笔记里面 今天也给大家去准备了啊 删了啊 把这个删了 来 看着啊 咱们的笔记里面 也给大家去写了啊 哎 我这个是有这个笔记的啊 那笔记真的没有啊 那一会 我给大家单独就写上啊 重新给你们上传观望啊 你们知不知道 老师给大家 每次三万课以后呢 都会把笔记 重新整理一下 上传到观望 你们去下载了吗 啊 好啊 来 继续往下走 OK那这个时候的单击小勾 去确定一下啊 确定一下啊 你们一定要记得回头啊 每天下课以后 大概三十分钟以后 大家重新去下载笔记啊 或者说第二天去下载笔记 好吧 因为我会根据每节课呢 进行一个调整啊 好 单击小勾 确定 OK 好 确定完以后 我们现在的结果呢 还没有出来 是不是啊 不用着急 我给大家来竞争一下奇迹啊 看看这个东西 有没有变远运啊 来 在我们的这个可编辑的层下面往下去滑动 有一个叫 哎什么 细分的曲面 那我们有一个叫 Lebes细分啊 它的英文单词叫Lebes细分 你把它勾上 看到吗 你把它勾上 然后呢 把这个叠代次数的给它改成三 它会变得很远运啊 三 撤回车 推出去 来 看到了吗 骰子的形状是不是已经出现了80%的效果 对吧 还差2% 哦 没有完成 明白了吗 来 这不大家看明白了吗 来啊 赶紧再负这个放在旁边啊 那同学们 这不看明白了吗 怎么做出来的 加了什么啊 Lebes细分 在哪里 在这 在这个卷转弹的下面 有一个叫细分的曲面 把它勾上 把这个叠代次数改成三 它就比我圆运了啊 那同学们 看到这一步了吗 来 这不看明白了 跟我敲个OK啊 来 同学们 这不看明白了吗 同学们 这不看明白了吗 哎 你们咋不说话呢 直播已经卡了吗 看明白了吗 啊 就是我给你们要去讲的这块啊 看这 我的笔记你们写了啊 这块 来啊 我说刚才一会儿 我们会专门去讲这块 Lebes细分 是吧 Lebes细分啊 我给你们说一下在哪里啊 我给你们接个图啊 接个图 来啊 在这 在这个卷掌栏里面啊 在这个卷掌栏里面 然后呢 早到把它勾起 把它改成三啊 记好了 这个值最大只能改到三啊 千万不能太高 太高电脑会崩溃了啊 因为你的分 如果你的这个系数 如果你受值越高的话呢 电脑要去计算 所以比较容易卡啊 OK 这是Lebes细分找到的一个位置啊 好 OK 我们再往下走哦 好 现在我们没有做完 它还是一个半成片 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它选中 把Lebes的细分给它关闭了 因为我们没有做完 最后做完以后 整体去给啊 来把它关闭掉啊 勾关闭 你看它又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了啊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将里边的这个面 选中以后呢 给它变色 你看 我们的骰子里面呢 是有两种色系的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我们的蓝色系 对吧 我们要给它换色 那么怎么去换它呢 这个时候来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第四个快捷键 就是面快捷键啊 你们听好了啊 我们要按四啊 快捷键 按四快捷键 就选择到了我们这一层啊 看包括这个是层 面啊 点击任意一个凹进去的缝隙的面 选择它以后呢 我们要将这里面所有的面全部选中 对吧 大家思考一下啊 我们有什么方法呢 难道一个一个去选择吗 不是的啊 来 咱们教大家一个新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石膜工具啊 这个叫石膜工具 它的名称呢 叫什么 叫显示功能区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呢 石膜工具呢 它曾经是一个单独的插件 但是后来呢 被3DMath搜够了 说呢 现在是它一个插件 在这个里面融合了哈 当我们点击这个功能的时候 看 它就被隐藏掉 没有了 你再点击一下 这个显示功能 你看 它又打开了 明白了吗 打开以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键膜 看 左边这个叫筋膜 咱们刚刚啊 这个工具啊 单击这个筋膜 点击筋膜 单击我们的多边形筋膜 往下滑 滑到哪里滑到 到处第三个 叫深层拓破 啊 出了 点击修改啊 就说好了啊 那个是明天讲的支点啊 来 这个呢 叫修改选择啊 来 单击筋膜 旁边有一个叫修改选择 修改选择 听好了吗 修改选择 单击这里的相视 相视呢 指的就是 把相同的面 一次性 全部的选中 啊 来 点击 看 是不是一下子 全部选中了 同学们 明白了吗 如果有漏掉的 你们可以通过手动 看 就这种情况 被漏掉的 漏掉的是正常情况 怎么办呢 按住Ctrl键 加选 加选一下 不多就加选一下 如果多的话 再次单击这个 相视 如果多的话 再来 再来一个 来 相视 你看 是不是跟你全模选中了 这一步大家听明白了 我跟大家再来一遍 来 好了 先选择一个面 任意一个面 然后单击我们的近膜 找到我们的修改选择 这是一个 单击这个 单击我们的相视 点击我们的相视 OK 好 然后呢 按住out键去旋转一下 如果有漏掉的 按住Ctrl键 加选一个 然后再次选择修改下面的相视 OK 没问题了 全部都选中了 好 全部选中以后呢 我们就单击 咱们这个多边形 旁边呢 有一个叫分离 看 多边形的边际几合体的下面 有一个叫分离 看到了吗 有一个分离 我们把这个分离 点击一下呢 就分开了啊 点击分离 会谈这个对话光 这个分离 和我们之前讲的可编辑 样条线里面 还一直相同的 只要它出现这个对话光 就表示 它分离了啊 分离我们这个家庭呢 好 选择确定 OK 好 我们给它变个色系 变什么色呢 变成红色 来 看到了吗 它就全部变成红色 但是我们的骰子不对啊 咱们的骰子呢 是有蓝色和红色 那接下来呢 大家就是进行分开去选择了哈 现在大家需要选择你的红色 区域的模型 看 这个是你红色的模型啊 好 OK 撤销回来 然后呢 在我们的画面当中 单击你的元素 这个啊 按下快捷进五 同学们 按下快捷进五啊 五 是你的元素 找到元素哈 点击一下 你接下来 你接下来要去做的 啊 五 对吧 除了啊 一二四以外 一二四 剩下的是不是全都是蓝色系啊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来啊 你可以这样 忽略并勾起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紧调呗 按住out键 紧调 一二五 一 我们就随便来个 一二五 是不是啊 一二五啊 二呢 二在哪里 二在这边 好按住out键 减选掉啊 好 一二五 我们将五也减掉 五是不是这个 这样减掉 OK 好啊 六是不是也被减掉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给他点 按住ctrl键 给他减选一下 按住ctrl键 加选一下 来 看到没有 剩下的 一四 二六 我们把二 三 把三也减选掉啊 好 剩下的一四六 就是蓝色系了啊 同样再次点击下我们的分离 好 OK 那我们把它选中 给它变个蓝色系 好 大功构成啊 来 我们呢 需要三个物体 这一个 红色的和蓝色的三个 都要加上我们的 Lebis细分啊 都要加上我们的 Lebis细分 明白了吗 都要加这个哈 来 先选择你第一个啊 这个白色的哈 变个色系 白色 OK 往下去走 找到Lebis细分 给它勾起 OK 它呢 改成三啊 改成三 OK 然后再去选择 这个蓝色的 同样的方法 也把它勾上 OK 它也改成三 OK 再把红色的选中 再往下走 勾起Lebis细分 也把它改成三 OK 我们的骰子模型 就做好了 F4关闭 来 你们看明白了吗 同学们 有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 骰子模型啊 一步到位 好吧 来 你们觉得简不简单 啊 难点在哪里呢 难点就在我们的布线 把布线搞明白了 我们在搭建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的简单了啊 来 同学们 学到了没有 学到了吗 学到了吗 同学们 学到了吗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不 这个是我们要画的范围啊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数字啊 看一下这个数字啊 OK 我跟你们再记笔记啊 你们有电流声音没有 我这块确实有啊 因为我这块开了空调的 同学们啊 我就开了空调的啊 好吧 我这里开了空调的 所以你们能听到 我这块的电流声啊 好吧 不是电流声 是我的这个空调的声音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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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以为你的喇叭坏了 没有的 哈哈 嗯 是我这边看的空调 转多边形哦 转多边形以后啊 好了 转多边形以后啊 我这样写写啊 啊 转多边形以后呢 大家要进入到 点层级啊 点层级 哎呦 点层级 然后 按 美 个面 选择 数 字啊 好吧 我就不给大家想那么详细 你们知道怎么操作就可以了啊 一会儿我下课再给你们补一下啊 那这会儿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老师的 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需要问我的 有吗 啊 没有的话我们先去总结一下啊 好吧 那我们先给大家总结一下 咱们今天课程当中讲的是一些内容啊 来 好的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内容啊 来 咱们今天给大家主要是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边 边际多边形 就这个啊 边际多边形 它可以算是一个修改器 它只针对我们三维物体哦 那有人说了 说我可以把二维图形转化为 可冰多边形吗 也是可以的啊 明白吧 这个图形呢 呃 可以将二维 也可以将三维 同时转化啊 同时转化 OK 好 转化方式 大家直接通过右肌去选择转化就可以了 但是在我们右边的修改面板 你们也可以去添加 但是我建议大家 通过右肌去转化 更方便 更快啊 那我们还会讲到一个能快速的啊 等比你去选择大面积的方法就是扩大和缩缩 那么将点断开以后的焊接方式就是我们的焊接目标焊接包括我们的塌陷啊 那点的原选择呢 就是控制我们这个三包的一个范围 以及它的一个尖锐程度 以及它的一个坡度的幅度啊 那点的功能有哪些呢 那点的功能有哪些呢 移除 挤出 切角和凝接 朋友们 大家要重点去记我标红的部分啊 大家要记住 我们的挤出是可以将点去记改变高度 也可以去生成一个面的 那我们的切角呢 也是可以将我们的点去切出一个面的啊 大家要重点去记了 下这课我要考你们的啊 好 最后呢 再去记一个Lebes的细分 可以将物体变什么 变圆滑 但是要通过我们的迭代次数来改变啊 数值呢 一般空到2和3就足够了 不能太大 太大的话容易崩溃啊 电脑容易崩啊 同学们 好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本节课给大家说讲的一个重点 好吧 今天的课程里面呢 大家去完成这个骰子模型就可以了啊 今天的作业啊 今天的作业 大家就是做完以后呢 截个图就行啊 然后呢 我会在后面的课程 以及包括本周的答义直播课里面给大家去讲咱们的这个高筋筋膜 高筋筋膜是个啥呢 给大家求一样 我会在本周啊 本周的答义直播课里面给大家去讲一个高筋筋膜 高筋筋膜是什么样的呢 给大家来求一样 这种抽一样 啊 啊 图片没打啊 我这块没有啊 来啊 给大家看看高筋筋膜啊 啊 一个是我们的橱柜啊 一个是橱柜 橱柜上面呢 有很多细节看 这些呢都是用可边际模型搭进出来的啊 可边际多边形修改器是做出来的 像这些 这些啊 还有什么呢 给大家再看一个比较稍微的比较复杂的啊 你们将来如果说走到工作岗位了 想做一些产品的一个模型搭建 啊 是完全没问题的 我给大家看看啊 高筋筋膜啊 高筋筋膜 稍等一下 给你们走啊 来 高筋筋膜啊 像这种比较复杂的 我们把它称为高筋筋膜 我会教大家如何来搭建这个比较有质感 有凹凸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欧式的靠背啊 这个呢 还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 大家会觉得有点难度 但是你掌握了方法和技巧 你在做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so easy 好吧 同学们 想不想学呀 来 想不想学 想学的话 同学们认真听课 在本周答义直播课里面 我会讲到的啊 我们看大家来听课的是这个人数 如果大家来听课的人数 越来越小了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啊 好吧 本周一 三 五 六 大家都要来按上课啊 人数不能低于30了啊 咱们的人数不能低于30了啊 大家要按下上课 然后我开通的作业的话 大家即使去交 作业的话呢 大家去交上一份就可以了啊 一个通道里面 如果有好几份作业啊 把你现在做出来的 先交上去 剩下的没有做出来的 可以交到后面的通道里面 OK 好吧 同学们 OK啊 好 那我先进行切评了哈 咱们今天本节课程就到此结束 然后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晚的暗号 来 神奇的多边形 星期天要上课呀 星期天的话你可以看回放 但是周一到周六你必须往上来上课 好不好 那同学们 打出我们今晚的暗号啊 神奇的多边形 神奇的多边形啊 神奇的多边形哦 然后我们给那个第七六同学 再讲一下他的这个 呃 那个啥呢 那个公愿场地是不是啊 啊 好的 小焦同学 我知道了啊 我知道你的这个诉求了 我看见你都在上课啊 啊 我给大家来写一个 就是 第七六同学还在吗 第七六同学还在不在 约尔老师给你再讲一下公愿场译的 需要吗 哎 在吗 在是吧 啊 好的 来啊 这样我先切平 先切平好吗 嗯 先切平啊 来 三 二 一 先切平啊 不是你是吧 那我看错了 哈哈哈哈 好了 这样大家一起听一下 我先切个平啊 来 三 二 一 切平 啊 啊 補 Ze 车